歡迎來到營養聊天室 我是婉萍營養師 在4月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520減重的宣誓挑戰 已經過了兩個月了 沒錯 我們現在要來確認 你到底瘦了幾公斤? 幾公斤? 耶! 如果我乖乖聽你的話 你都怎麼執行那個零澱粉? 其實有兩個很大的困擾 第一個困擾是缺青菜 有生菜燒嗎? 不一定買得到耶 第二個困擾是 蛋白質的攝取其實會不足 有產業代啊 有無糖豆漿啊 我知道但是 兩個月你都要吃蛋白質豆漿 是不是現在都有雞胸肉? 沒錯 我全部都口味都吃過了 很膩耶 全家有賣那個滷味 也有賣沙拉 但是我跟你說 其實它根本就不夠 就像我們的蛋白質一個拳頭 蔬菜就要兩個拳頭 那我們想要知道就是 更多的520 我們可以看上次那一集哦 所以你會覺得說 就算買得到蔬菜 但是沒有辦法達到兩個拳頭的概念 它看起來很像一個拳頭 但是我跟你講 就是半個拳頭 真的不夠 然後啊 它有一些沙拉 它裡面有隱形的澱粉 你知道因為有些會有什麼 馬鈴薯啊 地瓜啊 通膝麵啊 真的 都是澱粉 澱粉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就要告訴大家 就是 Teresa的親身經驗 欸你又是外食族 又想要執行520 到底怎麼做 淋澱粉的時候到底要怎麼吃呢 之前是建議你第四周就是一個月的時候 對 你可以來吃這個澱粉 後來你的狀況是什麼 環瓶老師有說如果你吃了澱粉 隔天早上量體重多200克 就是代表你還不能吃 對 因為你的身體的胰島素啊各方面啊 它還沒有適應你的狀況 所以我就做了兩個月的零澱粉 後來自己怎麼覺得說你可以吃澱粉 還蠻明顯的 我如果碰到吃澱粉 你的腹部就會脹氣很明顯 會有一點頭暈的狀況 好 所以其實有些人真的會對澱粉的敏感度 是比較強的 到底怎麼能夠兩個月瘦10公斤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脹脹脹脹脹脹 哈哈哈哈 這是大家想知道 OK 我的身分是職業媽媽 沒錯 然後我又要在外面跑來跑去 全年真的是我的好媽 怎麼說 大家看這個滿滿的一桌都是我的心得 而且我還特地搭配出來 所以也都是我有給碗瓶養師看到的 就是每天的po的菜色 所以我在他每天po的菜色裡頭 我最後就說 你挑一下你覺得很好吃又非常適合的 我們今天就來做一個快速的介紹 細骨油雞腿 剛剛還吃得飽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看看這麼大一盤 它的熱量537大卡 重量是400公克 蛋白質106公克 就是大概15顆蛋 脂肪12.4公克 2.5茶匙的油其實沒有很多 那這個油雞腿還有附一個就是蔥油包 其實我會加一點點 因為食之無味 加一點點有香氣 這一包熱量是135大卡 脂肪15公克有3茶匙的油 這小小一包居然有半碗飯的熱量 所以我很小心 我只可能滴幾滴而已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算過蛋白質 你一天就是要吃12份的蛋白質 那一餐要多少 一餐就是4 那你這樣都怎麼選這樣 視覺上看就很直接嘛 我就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所以我大概就是吃這麼多 唯一餐 大概就是4份的量 它這一盤是15份 沒錯沒錯 好那我15份除以3 然後就是5份的蛋白質 多一點無所謂的 這樣不用擔心 那你的青菜呢 我跟你說 真的啊 加青菜就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 鹹水雞 來我做給你看 這麼厲害 好啦 它原本它就有那個鹹度 對對對 菜那個 我平洋師講嘛 你就給它呢隨意吃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再吃一點味道 它原本它就有一些油 雞油 倒一點點香氣 有了 就好了 然後我就這樣把它拌一拌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鹹 加點鹽鹽 不會影響熱量了 可以假日一次把它處理完 對不對 然後放在冷藏裡頭 拿出來直接用 方法很讚喔 超好吃 全聯的滷味拼盤 就是這個對不對 沒錯 滷味拼盤 豆腐乾 還有雞針 還有豬耳朵 還有海帶 海帶是蔬菜 270公克 熱量355大卡 蛋白質33公克 就是大概5份的蛋白質 脂肪18.4公克 就大概4茶匙的油喔 你知道就是像我們女生啊 月經來的時候超級適合 因為雞針裡頭就有豐富的 這個鐵質 豬耳朵吃起來脆脆的 會滿足你的咀嚼的感覺 豆干類呢 它就是植物 沒有膽固醇 所以你剛好有動物有植物喔 而且這一餐的熱量也沒有超過500卡 蛋白質的部分也是足夠耶 那沒關係蔬菜呢 就是你要嘛就是買冷凍蔬菜 要嘛就是再去買個生菜沙拉 如果來不及沒有辦法 那就晚上吃 對就再補下一餐 到了晚餐下班後 很累 很累嘛 所以你想吃點重口味的 那理解 非常推薦 推薦的老重慶 麻辣雙飽 好香喔 這一包的重量是800公克 熱量是420大卡 也沒有超過500卡 蛋白質23.2公克 就大概三份蛋白質等於三顆蛋 那脂肪30公克等於6茶匙的油喔 那你不要喝那個湯 就會變成熱量會更少 就這樣子吃嗎 還是怎麼做 它的變化真的非常的多 喔來分享一下 你單吃也可以 對 你可以加個幾個什麼肉片下去 對 我可以講 根本就跟吃火鍋一樣 高麗菜啊 大白菜啊 金針菇啊 各種菇類啊 真的就是超讚的 好豐富喔 吃久了 身體機制的關係 還是會有想澱粉的需求 那我們用視覺騙自己 化椰菜米 配一點這種比較清淡 就把它當飯吃 我覺得還可以丟一點蒟蒻 還有一個 舒服麵 聰明耶 所以零澱粉還是可以怎麼樣 吃得開心又愉快 這可是Teresa的親身體驗喔 對 我們呢 減肥嘛 還是要吃得開心 這還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你就會很污足 你就不想繼續煎了 沒錯 Teresa好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想要問說 有這麼這麼的乖嗎 好啦 我跟大家自首好不好 有幾次是我真的自己太忙了 真的就是旁邊只有麥當勞 他們有全聯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猶豫 到底我是要選雞塊 還是麥脆雞 對 因為他那時候跟我說 他覺得他選擇雞塊是因為比較方便 吃完了才告訴我 對 其實沒關係 你都吃了 但如果說兩個雞一起來比的話 我比較建議麥脆雞 因為他是更圓形的蛋白質食物 含量的蛋白質也會比較高 所以大家在遇到這個520減肥的時候 你真的要去外食啊 像這個麥當勞的時候 其實像這個麥脆雞 加上一個沙拉 再加上美式咖啡 或是他有賣無糖綠茶 是OK的 那如果說像 假設有些人 像膽固醇比較高 三雙肝油脂比較高 我會建議你還是把皮剝下來比較好 那會比較適合我們 那Torresa已經執行零澱粉了 就是接下來就要執行這個有澱粉的狀態的二 沒錯 兩份澱粉 那我們就來拭目以待 耶 再送個10公斤 我們幫他鼓勵鼓勵 那麼想要減肥的朋友 就可以跟著我們一起來做520的減肥法哦 記得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要幫我們按讚 追蹤還有訂閱 我們下次見哦 10公斤再10公斤20公斤 等我哦 掰掰